全家福照片餐桌前插着鼻导管的爸爸 就是治疗不孕症权威 新光医院妇产科医师林语红 现在得靠叶克膜才能维持生命 全家人等了十个月 还等不到移植一颗A型肺脏 在帮他换呼吸器的时候呢 我就会抱他一下 然后就跟他讲加油 我们今天应该就会等到 他跟我们说 我每天都告诉自己 再撑一天就会有机会 打勾勾答应女儿要好起来 但他的双手不止严重脱皮 指甲也断裂脱落 因为罹患血癌骨髓移植后 发生多重排斥反应 但因为放不下患者还是抱病上班 让合作25年的老同事也替他担心 原先被诊断顶多再活半年 却靠着坚强的意志力撑到现在 就为了一丝希望来等待一颗肺脏 但根据器捐移植登陆中心统计 今年才过两个月 就已经有80亿人在等待肺脏 却只有两人成功移植 需求者多捐赠者少 还要考虑排斥跟感染问题 如果家属愿意详应器捐 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还有家庭 TVBS新闻小影响张一柯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